哈喽哈喽,大家好呀 Zoe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会说九门语言的 玛雅小姐姐Maya 年仅22岁就会流利的说 汉语、法语、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俄语 还有意大利语 作为多语言博主呢,我也是相当的佩服 我当时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玛雅小姐姐的多语视频的 然后很惊讶的发现我们有六门共同语言 之后就一直在Instagram上面互动 然后借着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机会 和玛雅小姐姐面积了,并一起拍了视频 我们用六门语言聊天的视频 在YouTube上获得了超过300万的播放量 玛雅小姐姐一直很喜欢汉语和中国文化 待会你们就可以感受到了 现在她在北京读北京科技大学的研究生 今天我会用普通话访谈我们这位厉害的小姐姐 多让她和大家分享她的学习经历和窍门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启发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 记得一键三连 哈喽哈喽玛雅 你好呀 所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我们知道玛雅小姐姐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年轻 就会说九门外语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你是怎么学每一门外语的 首先我要谢谢你做邀请我 今天我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我的学习经历和经验 十岁的时候我爸爸推荐我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 所以那时候我慢慢开始学习同事学习三名语言 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 那时候我还是不太喜欢学习很多语言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我要学习这么多语言 然后我慢慢开始学习这些语言 然后我慢慢开始找到一些外国朋友 跟他们聊天 然后我慢慢开始喜欢学习语言 我觉得当你学习了越多的语言 你会多对更多的语言感兴趣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 妈呀你会说联合过其中的四门语言 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英语 你还差两门语 如果你学习汉语和俄语 那你会说我会说联合过的所有的语言 我说啊挺好的 那时候我觉得我十八岁 我要选择大学的时候我想学习什么专业 然后我说我要学习一门语言 因为我对学习语言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我说那我学习俄语还是汉语 我说肯定汉语比俄语更重要 所以我决定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然后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我的室友是意大利人 然后在我们的房间里他有时候给父母打电话 然后他用意大利语跟他们说话 我发现我还是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说那我要学习意大利语因为很容易 后来我就跟父母去土耳其那边 所以我那边也开始学习土耳其语 然后因为我说我想学习联合国的所有的语言 所以现在我在自学俄语 所以呢这是我怎么开始学习九门语言 我没说那个布修也是我的母语 所以就提供十九门语言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你在那么多语言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门 为什么 哎呀这是个非常难的问题 因为我都喜欢说实话我都喜欢 每个语言都是非常特别的 但是有的语言因为我我喜欢这些语言的文化 和他们的人我更喜欢 比如说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韩语 这三门语言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对他们的文化特别感兴趣 而且这些国家的人也非常的热情 所以在学的那么多门语言中 你觉得最容易的是哪一门 最难的是哪一门 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叫容易或者难的语言 按照每个人的情况而变 比如说你的母语是哪个语言 或者你已经会说的语言 对我来说最容易的是西班牙语 因为我已经会法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很想 所以我学习西班牙语更容易 或者那个意大利语也是这样 最难的肯定是中文 因为中文还是算细节上最难的语言 中文的语法比较简单 但是写汉字这个有点难对外国人来说 还有呢在语法方面 俄语的语法比较复杂 然后阿拉伯语这门语言对很多人来说很难 但是对我来说阿拉伯语不太难 因为我的母语是波斯语 然后我们从小时候 我们在学校在伊朗我们学习阿拉伯语 所以阿拉伯语比我们伊朗人来说并不陌生 所以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母语和你会的语言 比如说像法语和西班牙语是同一个语系的 所以对你来说学习起来就会比较简单 但是比如说对我来说 你觉得中文很难就有点像我觉得就是阿拉伯语非常难一样 就是因为离我自己的母语非常的遥远 对对对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你觉得能够成为一个多语言者的诀窍是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坚持学习 很多人会一段时间努力学习一门语言 然后感觉阿这个语言很难 所以就不学习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学习 这个不好 这个方法不好 你应该坚持学习 我每天学习 每一周学习 因为我知道如果一周两周我不学习语言 我不联系语言 我会忘记 所以你应该把这个语言学习变成你的生活方式 这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可能今天我没有心情学习 但是我还是会听一首音乐一首歌 对我还是会看一个很端的YouTube视频 这样我会联系我的庆里 你现在住在中国吗 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中国朋友 我经常看到你发的朋友圈 就是经常出去玩阿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 你觉得咱们中国人学语言的难点在哪里 从你跟你的中国朋友之间的交流来看 你知道吗 我现在读研究生 我在读企业管理 然后我的同学都是中国人 我们每周要读很多文章 关于我们专业的文章 但是这些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 然后我发现我的中国朋友 他们会很多次 会很多英文次 因为他们读得懂这些文章 其实这个说明中国人的 这个我中国朋友的英文不错 但是在俗话方面 我觉得他们需要自信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的输入很好 他们能听得懂读得懂 但是在俗话方面或者协作方面 还是需要提高 也就是说那个不少于输出 说话这个 因为我们经常想一想 今天我想连续英语 我们经常会读书 或者看一个视频 或者听音乐 我们不会说话或者写 所以呢 我推荐你们下载一些软件 一些APP 比如说Tandem, HelloTalk 这些APP 在这些APP里 你可以找到一些外国朋友 母语的朋友 他们的母语是英文 你可以跟他们打视频 或者打电话联系你的 对这样 你们可以提高你们的口语学评 而且你们还要自信一点 我觉得很多中国学生没有自信说英文 你看现在我知道我的汉语学评 不算那么好 但是我不管其他人 对我有什么看法 我就想法 我就说话 因为我是外国人 如果我的口译不好 如果我的声调不太标准 我是外国人 我学了中文已经四年了 然后我三年我在伊朗 不在中国 因为疫情 中国关门了 所以我就在伊朗 学习汉语 所以我不管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我就说话 我很有自信 如果我不知道一个字 我就会问你 或者用英文跟你说 然后你会帮助 所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你们一定要从第一天开始说话 不用等到 好我就等等等我到 我到了一个 我得到了一个高的学评 然后我才开始说话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 学习语言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我喜欢学习很多语言 因为当我开始学习不同的语言 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玛雅 你变成了不同的玛雅 不同的玛雅 也是更好的玛雅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来只会说波西 我只知道伊朗的社会 伊朗的文化 伊朗的宗教 但是我越开始学习不同的语言 我越开始认识别的文化 别的传统 别人的想法和宗教 可能以前我有点对一些文化 或者国家有点偏见 但是当我开始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 我感觉我现在更了解这些人 然后更喜欢这些国家 比如说中国 中国对很多人 中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 他们有时有的时候他们在YouTube上 或者Instagram上会问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关于中国 啊中国人吃什么什么 中国人做什么什么 这就不对 但是你们就看在TikTok 你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不对的 但是因为你不了解 不认识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 你一看这个视频你说啊 那中国人呢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 那我想说的是 你越学习不同的语言 你越会变成更好的人 而且你不会很容易相信 你在网上看的一些事情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些文化 或者这些传统 嗯就是你会变得更开放 而且你会更有批判性的思维 你对于看到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的相信 因为你会知道在一个国家和文化有好和不好的方面 还有一点大家知道吗 咱们玛雅小姐姐呢 去年在申请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呢 拿到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offer 大学的offer 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其实我最最大的梦想是考上北大 然后我最后考上了 但是第一年要去英国留学 你们知道吗 英国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给我钱 我受不了七十 但是我后来 我从英国打气馆出中国打气馆 因为我有了那个 我还是考上了北京科技大学 所以我说我去北京科技大学 你们知道我们来到中国以前在打气馆有一个面试 然后这个面试官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去中国 然后我说我喜欢中国什么什么 然后最后你知道他给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谢谢你喜欢中国 欢迎你来到中国 我们很开心你喜欢中国 看这是为什么我选择来到中国 因为我看了其他国家真的有那种歧视 但是在中国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歧视 就是因为我是伊朗人 我有这个伊朗的护照 我不能去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 但是中国非常欢迎我们 从来我没见过 因为我的宗教或者我的国籍或者我的文化 其他人对我的态度或者什么不好 我从来没见过 所以还是感谢你们中国人 对我们那么好 谢谢 谢谢玛雅小姐姐 谢谢 好的 谢谢玛雅小姐姐 谢谢我还是想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忘了 新年快乐 祝中国朋友们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新年快乐 玛雅小姐姐 谢谢你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你 所以再见 好的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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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